王晶到底有多好色 不仅在节目中直言要泡女演员 更是一手捧红的女友邱淑珍 要泡就泡点不一样的 泡点女演员嘛 在1987年港姐选美大赛上 19岁的邱淑珍凭借其精业的颜值 傲人的身材成功吸引了很多粉丝 其中就包括已经成为当红导演的王晶 为了追到心目中的女神 王晶可谓砸下血本 随后五年 邱淑珍紧锣密鼓的出演了王晶的22部电影 平均每年四部以上 可惜事与愿违 刚开始两人合作的电影全都反响平平 王晶心一横 干脆为邱淑珍量身打造了一部三级片 然后发布了一系列特别非常极其性感的海报 于是1992年底 随着CL高阳的上映 24岁的邱淑珍一夜爆红 继身为香港影坛一线女星 随后王晶趁热打铁 又在《堵神2》中 一手打造了书珍发牌的名场面 令邱淑珍人气狂飙 那几年 王晶对邱淑珍的好 几乎人尽皆知 就连李嘉欣打给刘乱雄争处的电话录音 都有这么一句 和其他爱惜羽毛的名导演不同 王晶从来不否认自己的贪财好色 好色是男人的本性 贪财则需要从他的原生家庭设计 1995年 王晶在香港出生 他的父亲是被称作香港影坛教户的王天林 曾指导监制过楚留乡 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等大制作 母亲则是一名赌鬼 因为烂赌成性 被骗欠一下巨款 经常令家里陷入困境 这使得王晶对赌博深恶统绝 也开始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 为了帮父亲分担家里的重担 早在大学时期 王晶就开始在TVB兼职赚钱 那时他为综艺节目《欢乐今销》写剧本 一个笑话八块钱 一个短剧八十块 采用了才给钱 刚开始带他的老师并不正眼看他 以为王晶是闲得无聊过来玩的 结果第一个月 王晶就挣了九十六块 没过多久就挣到一千块一个月 二十四岁那年 王晶编写了一部电视剧《网中人》 一举捧红了周润发 少师看小伙子蛮有潜力 于是牵他当了导演 结果没想到 王晶导的第一部片子 千王斗千霸 一举拿下了五百万票房 直接超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成为少师当年票房第二个片子 伪财导演王晶一战成名 随后靠着《追与仔》 《最佳损友》《赌神》等电影 王晶的导演之路一路高歌猛进 很快就成了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导演 最鼎盛的时候 王晶上午拍周星驰 下午拍成龙 间隙时分还在帮别的剧组想剧本 两部戏 然后我还在晚上 他们看到我需要写剧本 在线上打针写了剧本 这是明天我们找到 或者是另外朱元平年 王晶本人曾说 自己做导演 完全不是因为热爱 而是因为可以给他一口饭吃 并且吃得还不错 既然能挣钱 那就多拍几步了 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王晶才会和昔日搭档周星驰翻脸 王晶到底有多讨厌周星驰 在他的电影里 总会出现讽刺周星驰的片段 老板 这次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 怎么说 我也跟了你十年呢 你也记得跟了我十年是吧 我把你从小明星变成总经理 再变成大老板 你不感激我不要紧 这两年一次一次泄露我炒股的计划 你当我白痴啊 那打给乐小姐 请她回去做一档儿童节目 好 我不要 你不知道我不喜欢小孩啊 你演技这么差 很难做影帝的呀 王晶对周星驰真叫一个又爱又恨 两人一共合作了13部电影 都被影迷们奉为满分作品 他也曾经说过 和周星驰合作是最得心用手的 可让无数影迷遗憾的是 在合作完千王之王2000后 两人就分道扬镳 再也没有合作了 1989年 王晶用一部赌神 开创了赌片时代 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就发现市面上有部山寨作品 赌胜上映 王晶很不爽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山寨别人 如今居然被别人山寨 票房还比我的高 他仔仔细细看完赌胜后 判定这部戏能火 完全是因为周星驰的个人魅力 于是 他干脆重金挖了周星驰 拍了赌侠 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十余年的合作 可以说 在整个九十年代 王晶和周星驰的组合 就是票房王诈 整股专家 流品芝麻关 路点记等等 一步比一步 较好又买作 两个都是喜剧天才 王晶出了名的点子多 周星驰则对电影 精益求精 合作起来自然相得一张 在拍摄整股专家时 投资方只给了王晶十个字 周星驰 刘德华 整股专家 剧本台词一概没有 我手上有十个字 整股专家 周星驰 刘德华 什么都没有 你要我下星期开机 我不管 我都卖掉了 五个星期 当时就是这样 从剧本 没有剧本 没天写 王晶不愧是鬼才 很快就写出了故事大纲 然后开工的时候 随写随拍 只给周星驰讲故事 周星驰看情况 在临场发挥 大概因为两人实在默契 从开拍到后期 五个星期 真的就全部搞定 然而这样的默契 两个人却很快有了矛盾 很快周星驰不甘于只做一个演员 他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而王晶在片场 又不喜欢演员指手画脚 两人因此渐生嫌隙 当然 两人形同陌路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利益 众所周知 周星驰是李小龙的粉丝 当时二人准备一同合作电影 《少年李小龙》 佳合影业听说后 非常支持 给了王晶和周星驰 八百万港币的酬心 外加票房分红 让他们自己分 怎么分呢 后来王晶在自传中写道 刚开始周星驰给的方案是 他六 王晶四 王晶答应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周星驰又说 要三七分 王晶还是咬牙答应了 又过一个星期 周星驰又提出八二分 王晶想着情分 最后还是答应了 说下不为例 结果合作还是没谈成 最终佳合给八百万的片酬 请周星驰当演员 派了武装员苏启儿 至此 两人彻底闹败 王晶也对周怨念不深 他从来不会喂香港人 就一开始吧 也是呢 他喂钱 然而抛开两人的恩怨纠葛 但凡每一次采访 只要王晶被问 心中最好的演员是谁 他却又毫不犹豫地回答 王晶被誉为烂片之王 他一生究竟拍了多少部烂片 我有四百多部戏 最少有一百多部 人家说我是烂的 2016年 王晶喊来周润发 刘多华 张家辉 张学友 一众天王影帝 拍了一部澳门风云三 虽然卖出了11亿的票房 但豆瓣评分只有4.4 网上吐槽声一片 本以为这就是王晶的底线了 结果2017年的降魔传 又再次被打到2.9分 再到2020年 苏悟空大战 盘斯洞的2.8分 王晶的影片可以说是 一年比一年烂了 然而虽然顶着烂片之王的名号 整个香港娱乐圈 都依然对他十分尊重 因为正是依靠于王晶 整日开工 拍烂片众多 香港影视同业者 才能在港片低迷的时期 混了饭吃 是王晶导演 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开工拍烂戏 才实实在在养活了 一大兵幕后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这些烂片 在让我们有口饭吃 不可否认的是 你可以说王晶的电影烂 但他拍了400多部片子 却基本没有赔钱的 衡量商业电影成功与否的 唯一标准就是钱 因此只要观众买张 王晶被骂也心甘情愿 王晶曾经也拍过文艺片 1999年 他知道了一部叫 笨小孩的文艺电影 叶德贤还获得了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 可惜叫好不叫做 经此一议 王晶意识到 文艺片并不能吃饱饭 情怀没有赚钱重要 但要说王晶只是为了掐烂钱拍电影 那也不对 很少有人知道 被称为香港电影旧事之作的 吴建道 是王晶一手促成的 当时一拿到剧本 王晶就觉得这是不好电影 但自己拍又怕糟蹋了 于是他交给了刘伟强拍摄 拍到一半 投资方撤资 刘伟强束手无策之时 又是王晶帮着到处拉自尽 重启项目 2008年 当许安华筹拍文艺电影 天水围的日语夜时 无人愿意投资 只有他看不上的王晶 投了120万 后来这部电影拿了许多奖项 效仿却刚刚回本 对此王晶看得很开 他说 我不想计算赔赚的 投一些我认为好的人文主义电影 甚至自己口袋里还有钱 可以支持一下就支持一下吧 如果不能赚钱 就当培养新人 的确 比起文艺高棱 十年摸一剑的王家卫 王晶在很多人心中 永远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尤其是他现在的很多电影 都是在炒冷饭 卖情怀 就像李旦吐槽的那样 王晶 王晶 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 参与制作过这个将近400部电影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电影 不过你要是看过 王晶的全部400部电影 你就会发现 大概是四部电影 和他们的翻拍 但王晶 真的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吗 其实他早已赚过了 一辈子花不完的钱 在港片一蹶不振的今天 他竟可以选择攻城身退 活一个好名声 但他依然坚持开机拍片 甚至扬言 只要肯给钱 今天编剧本 明天招演员 后天就开拍 虽说电影拍的是真的烂 但他养活的 却是实实在在的几百个演员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延续香港电影的生命 什么他妈的烂片 我让投资人赚钱 我让电影院满足 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让大家能开口有饭吃 我蓝片之王 我骄傲 我自豪